我们一起看一下 是最常见的表示尊敬的 但这个是接在哪里呢 接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词干上 包括上边第16个语法切友 里面不也有一个系吗 凡是有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都是表示尊敬 明天您需要进行发表 需要发表 那我如果把这个去掉的话 它应该什么样的呢 发表的 需要 需要 请来一趟体育馆 如果我把它去掉 那就是 这个是系 另外一个呢 这个系有的时候 会和后边的原因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说略 那最常见的呢 就是谢友 对吧 谢友 谢啊 这种 谢谢鲜 敲和